數字 關鍵字把它圈起來 10個數字 然後核是70 標準差是6 好 求二次函數在什麼時候 像這個二次函數在什麼時候 x的時候有最小值 那這個其實你觀察一下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 其實是離差平方核嗎 對 對不對 沒錯吧 那換句話說 這個x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那個x 相當於什麼 你覺得 對 沒有錯 它相當於u 就是那個算數平均數嗎 對 對不對 那u是多少 mu u 是不是等於70 去除以10 就是7 對吧 因為他告訴你 它的總額是70 除以10 那除以10就是我的平均分數了 就是我的平均分數了 就是我的平均分數了 所以就等於7的時候 這個x相當於這個mu 因為你可以看出 它是一個離差平方核 那最小值多少呢 那你就反推回去 我既然告訴你 標準x是6 啊 對不起 標準x是6 那代表我的平均分數是多少 變異異數 就是變異數 就是變異數 是不是應該就是36 對 對吧 那變異數怎麼來的 是不是就是那個離差平方核 除以 除以10 會等於360 對吧 所以我的那個SS呢 就是360 對 這個其實就是誰 其實就是你要的那個 最小值 所以才是360 這樣子 會啦 會 OK 也就是說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每一筆資料距離算數平均分數 越接近的話 其實就會越小 對不對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OK 好 OK